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Android的Tablet里面 在加拿大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一些Tablet的时候 很多时有机会遇到的就是 它里面没有中文的手写输入 譬如我们很多时都在Tablet里面想写中文 怎样能够使我们有中文的手写输入呢? 这个影片就希望跟大家分享到 我们怎样装中文手写输入到Tablet 今天这个就是Android的Tablet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那个App 而那个App我们就要上去Play Store 去下载那个App即是那个软件 它的时候我这里已经安装了 那个App的名字叫G-Pen 是这个S-C-U-T应该是公司的名字 然后就是G-Pen 这样装这个 要找的话呢? 我们就是回到Play Store 去Play Store按一下 这个放大镜 这个放大镜就是给我们去想找团 一些我们要的App的时候 我们按那个放大镜 我们就按一下放大镜啦 按了之后呢 你就会见到这里走出来 斩下斩下就给它打字 那我们就知道那支笔呢 就叫做S-C-U-T啦 那我们就按S-C-U-T啦 然后加上G-Pen G就是A-B-C-D-F-G G就是G Pen就是Pen啦 按了之后呢 它就会展示一些出来 找到跟这个可能有关的App 而在那个App里面呢 譬如我们找到输入繁体版 你按它呢 它就会去那个繁体版 在讲之前你可以看到呢 那个彈出来的打字的keyboard呢 是没有中文的 是这样的 上面那行是数目字啦 都是那行英文字 好像平时大致上 跟我们在电脑见到的keyboard 大致差不多啦 如果找到这个之后呢 按手写输法 你会找到那支笔的 即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App 有些不同的 那今天我教你们装这一支呢 就是那支G-Pen 那所以呢 我们就找回 那你会见到呢 有些是写着面费啊 面费啊 有些是写着要钱啊 可能有些要钱 就写着要钱啊 那你自己就选对那些笔 那你记住我今天我讲的那支是 繁体版手写输入法 那所以是这个啦 你会见到细心地看 你看到的分别呢 就是这些 这个都是手写输入法 但你见到这个是简体字 你看到的分别呢 就是这里写着免费 这里不是免费 因为我已经给你看到 在我部机里面呢 已经下载了 所以是这样的图像 表示我已经下载了的了 我已下载过这个Apps的了 那其他免费免费免费的呢 其实是未下载过的 那所以你看到的分别 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些东西啦 讲一支笔 那我下载了 你按了它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下载的 下载完之后呢 它就会自己去到你部机那里 去到你部电脑那里呢 sorry 去到你的tablet那里呢 你会见到 在你的tab里面呢 就会有这支笔的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 这支笔虽然它已经 那个Apps是下来的 但是呢 要怎样装进去你的tablet那里呢 那方法呢 其实呢 其实呢 你会去回呢 就是我们就回出去 这里再找一个 在这个机这里呢 你找一个叫做设定 或者英文叫做setting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 ok 这个就是设定 英文的setting那里 那我们就按入设定那里 一按的时候呢 它就入了你那个机的设定 那你每个机我设定了是 语言是中文的啦 那所以你见到是一些 凡体的中文字呢 如果不是你见到英文就是setting 那里面呢 你找一个叫做 你认住上面呢 上面这里 其中有一个呢 一个叫做连接就是 就是鞍上去一些 一些网络啊那些 那些WiFi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呢 装置控制 那我们呢 要去找的呢 就是找控制 ok 找控制 有一个gen 一般就是general 素描啊 那样装置就应该是 装置都不记得是什么啦 anyway 控制那里呢 是按控制的那个 ok 这个字 控制 那我们按控制 按了控制之后呢 你就会见到 出了这一版 这版呢 里面呢 中文这里寫字 愈言愈输入法 ok 到这里了 其实在这里 这里你已经见到 那个键盘和输入法的 见不见了 键盘和输入法 那这里呢 第一样 我们会在这里先选的 就是说 它给你选哪一个键盘和输入法 那你见到有刚才那个 SUT GPEN 输入法繁体版 又在这里 那所以呢 因为我们想把它 加入去我们那个 Tablet里面 令到刚才出来 那个keyboard 又这个手写版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在这里 踢了它 就选择它 选择它 选择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东西 拿到的资料 那你要用都没办法的啦 那你都要用的啦 那所以我们就会选择 确定 他说他会拿到你个人的数据啊 密码啊 信用卡等等 他说他会拿到的 那样 都会用的啦 那我们就选择 那你会看到 那你会看到 正在这里没有踢 现在选择之后 这里踢了 记住 虽然你踢了这个 但是你还未能够 是完全装好你那个手写版的 手写输入法的 没装好的 那你记住 这里是你其中一部分 你要选择的东西 如果你不选择这个又不行的 那这个你要选择 跟着第二度呢 你要去找的呢 就是在这部机呢 这部是Samsung的Galaxy 那里面呢 是有一个叫做 键盘和输入法里面 有一个叫预设的 OK 那你见到一个 这里写着预设的 OK 那你试图 因为我转到中文啦 那我exactly英文是什么 我已经没印象了 那如果是英文都有的 那你大指示英文和中文的分别呢 这个是Android 4.4 如果我没记错 在4.4这个version里面呢 你认的呢 譬如说预言和输入呢 就应该是language and input啦 那你自己试 如果你那个机设定在英文的环境 其实英文环境 你都可以输入这个Gpan 进去写中文的 那但是呢 其他的字里面 都是英文字的意思而已 你那个机的环境 好了 回来说 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呢 你记住那个键盘和税里面呢 有个字预设 那你一定要做完这一步 才可以令到你这个机能够 射到中文的 OK 所以你就hold住预设 你待会用手指啦 或者用这些笔啦 在预设那里hold住它久一点 OK 那我现在来了喔 你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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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 蓝色之后你放手呢 你记住出来 可以给你选择 Samsung的keyboard 或者是那个Gpan的那个输入 它初初你未有的嘛 所以它最初的那个机 是设定是Samsung的keyboard的 OK 但如果现在我们因为这里选择了 我们安装到这个软件呢 所以它现在给你选择 Gpan的输入法的 那这一刻你在这里选择了Gpan 那你见到现在绿色是选择了三星的 选择了Gpan 你见到这里预设呢 就变了Gpan输入法啦 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应该已经是设定了 就搞定了你右那个手写版的啦 问题就是说 又怎知有没有啊 那你现在回去了 找一样东西可以写字的 那我们呢写完之后呢 我们装完这笔之后呢 我们想看一下 是怎样的写字 那我们呢就去那个tablet里面 找一个写字的app出来啦 那比如好像一个这个叫备忘录啊 就是可能是叫做Logs Memo那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按了一下 那按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keyboard呢 其实是不同一样的 那你记得刚才给你看过的keyboard呢 上面那行最高的数目字啦 跟着英文字那些 那你记得它这行出来是不同的 是这样的 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个Gpan的keyboard 如果你手写呢 你见到第三个这个呢 是一个tablet的样子 有支笔的 那我们按一下呢 又出来手写的 OK 那手写呢 譬如我们现在写字啦 写个人字这样的 人就写个人字 那你cursor在这里斩 就是开始可以写第二个字啦 那你可以写第二个字啦 那你写第二个字啦 那新字呢 那新字在这里斩 那而呢 譬如说你想想人的生活 那下面呢 那下面呢就可以有选择了 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字 那你要的字 那你要的活字呢 你按下活字 那就是人的生活 OK 那就是人的生活啦 三个字啦 那我们这些其他旁边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想写细草 你就按细草 按ABC 就是大草ABC 按数目字 就会开始 给你选择了 而呢 另外呢 就是我们怎样回到英文的keyboard呢 就是你见到这里呢 我找到一个方法呢 就是这里有个 第一个是一个录音 讲话录音啦 第二个呢 就是一二升的那个呢 你按这个 一二正的那个呢 你按一二正这个 OK 按一二正的那个就是 一按呢 它就会出回来 那个keyboard OK 出回keyboard 而这个keyboard呢 你见到是数目字 或者什么符号 不是一二正的嘛 但是呢 我们用回英文 打英文的话呢 那你见到一个ABC OK 正说一二正的那个呢 是一些数目字和一些符号嘛 所以这个出回来 好了 那我们用回ABC 就按ABC 那就听到刚才一开始 你见到那个 手写版 有些符的那个呢 那你又见到 好了 那你要再知道一样东西呢 就是呢 实际些 因为它的keyboard有很多功能呢 就是一二正的那个这个呢 譬如说呢 如果我要打 我要写 现在我要写 数目字一二三四 那你在最高这一行呢 一二三四五 那下面有英文字呢 Q W E R T 好了 如果我要打个五字 是怎么打的呢 在这一个 Gpan这个keyboard呢 它是这样用的 T和5 谁知道是什么时候 5呢 就是如果你这样按一下呢 就出个T字 你hold住它久一点呢 它就出个5字 就是你见到上下两行字 上面那一行呢 你是按住它久一点 就出上面那一行字 如果你按一下放手呢 它就出下面那一字 譬如Y字呢 你按一下放手呢 它就出个Y字 你见到出个Y字 OK 如果我想出个7字呢 譬如这个U字上面的7字 我就按住它久一点 按住它久一点 那你见到它会出个7字了 咦 按住它久一点 OK 那就出个7字了 因为刚才不就手 那东西要拉住一点 所以按不到 这样也有7字 上面那一行呢 它是要按住它久一点 下面一行就是这样按出的 那一大小草呢 就是呢 按了这个大草 这个战区 即是等于我们Keyboard的Sweep 那键呢 按了这个大草 就打大草咯 是吧 这个J J 第一个大草 第一个大草呢 F啦 接着它退细草 就算你打细草 OK 那就是 大致上呢 它的做法是这样的 其他你自己再去 自己按下Keyboard 你看到它有一些符号 有些其他东西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去找 怎样用 那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 怎样是透过一些Apps呢 令到我们在加拿大买的Android 很多时的机呢 很多时在加拿大买的机呢 它是不跟着手写功能给我们的 但如果你在香港买的这些机呢 就应该里面本身已经跟着手写功能来的 OK 那这个呢 那就是 讲解了 怎样将Gpen 怎样写中文 啦